一部被名字耽误的电影 剧情各种反转悬疑设定巧妙 顶级杀手的双面人生 先发制人 预判了所有人的预判 今天就给大家带来 惊悚悬疑电影替身 新闻演播室内 两名美国参议员唇枪舌战 一番托磨星子后结束工作 刚准备各回各家 却不料其中一人就遭到暗杀 参议员不清不楚踏上黄泉路 直接惊动中情局局长汤姆 亲自到现场勘探 在确认杀手的暗杀手法后 怀疑死者与20年前 苏联间谍卡修斯作案手法一致 都是用银丝将其割吼 汤姆料定此事非同一般 趁夜深人静找到保罗 此人曾在美国CIF1月25年 当年游走于黑白两道 一举歼灭卡修斯七人组 此后便功成身退 当得知汤姆此行目的 竭力证明杀死一员的绝不是卡修斯 确定他已经投胎转世 汤姆知道想要请保罗出山 就要让他认清形势 根据情报分析显示 马丁坚信割喉之人正是卡修斯 但在铁证面前 保罗依旧坚持己见 直到汤姆告诉他 当年被抓的六人并没有全部除掉 其中一人被秘密囚禁 目的就是为了从此人口中 追查出最后一名杀手 由于保罗退役 便没有向其透露这项绝密 保罗听后打发雷霆 怒斥汤姆隐瞒事实 等他回家后 发现家中有人入侵 又看见外面有人在监视自己 他知道此事必无可避 只能答应汤姆请求 事成之后得给他应得的报酬 得到肯定答复后回家戴上手表 找上马丁前去监狱打探卡修斯消息 被关了将近20年的刀巴南 性格极为暴躁 面对审讯也是顾左右而言他 直到保罗答应送一台收音机后 刀巴南这才道出内幕 卡修斯是前苏联特工 与自己亲手培养的6名顶级杀手 组成卡修斯7人组 他们前往美国境内执行暗杀任务 随着卡修斯风头强劲 触碰到上位者权力 苏联方面只能派出杀手前去刺杀 眼看刀巴南越说越离谱 两人只能先行离开 谁知他们前脚刚走 刀巴南便将收音机里的电池 全部塞进肚子 洋装抽筋吐血被送往医院急救 眼看目的达成 刀巴南突然抱走打倒狱警 抢过手枪狂奔至地下室 正庆幸自己要重见天日之时 突然一道声音传来 刀巴南慌忙射击进行防御 奈何对方身形变化极快 瞬间将其打倒在地 来人正是保罗 质问对方日内瓦惨案真相 刀巴南又开始满嘴放炮 保罗见状直接表明身份 自己就是卡修斯 刀巴南满嘴求饶试图暗中偷袭 这种小伎俩 保罗根本瞧不上 随即抽出银丝 将其杀死扬长而去 一不做二不休 保罗决定除掉调查卡修斯的马丁 谁知刚到他家后院 却看见一张熟悉的面孔 让他不禁想起15年前执行的任务 当时保罗接到命令 暗杀美国官员 紧跟在官员夫妇身后 趁机将路人绊倒后 引发围观 保罗则拿出银丝 将男人勒死 直到他离开现场 围观的众人才反应过来 而当时官员身边的妻子 正是如今马丁之妻 保罗不想伤害女人第二次 于是劝马丁主动退出调查 离真相越近危险越大 他没有家庭没有顾虑 但马丁还有妻子和孩子需要保护 奈何马丁拒绝保罗好意 坚信自己一定可以抓到卡修斯 为自己从景生牙画上深刻一笔 正当他愁出满志时 收到刀疤男伸手益处消息 等马丁赶到案发现场时 看见脖子上的伤口 确定卡修斯再次作案 此时围观人群中 一名身穿棕色夹克的男人 引起两人注意 正准备上前盘问 谁料男人见状夺命而逃 保罗和马丁立即追赶 在一处堆放铁架子的货场 发现男人行踪 保罗并未上前抓捕 任由对方逃离 随着之后的调查 保罗和马丁两人逐渐亲密起来 经主动邀请保罗去家中做客 温情让保罗放松警惕 无意中暴露自己喝酒的习惯 这也被马丁误以为 是抓不到凶手的原因 而保罗也对马丁好感度增加 不愿看他走上不归路 于是借马丁妻子之口 劝他放弃调查 谁知这个嫌内住 不仅不干涉马丁事业 还全力支持 无奈的保罗只能离开 反正刀疤难以死 案件也走向死胡同 短时间不会查出其他线索 最多案件成为悬案 却不料一则密文的出现打破平静 两名边境巡逻特工惨遭杀害 卡车记录仪无意间拍下凶手样貌 发现这群人全是俄国特工 保罗更是认出为首的男人 正是前克格勃高级特工约翰 此人曾参与多起暗杀行动 对于保罗来说 这是一次绝佳机会 不仅可以将其伪装成卡修斯 更是能为妻女报仇 只因当时在保罗风头正盛之际 犯下弥天大错 违反组织规定暗中娶妻生子 奈何只包不住火 秘密最终还是被组织发现 结果妻儿惨遭杀害 这也是保罗询问刀疤难 日内瓦惨案的真相 孤身一人的保罗 这才倒戈美国 为给妻儿报仇 举报卡修斯七人组中的六人 并未说出自己真实身份 当时负责此案的特工汤姆 因此获得总统信任 稳坐中情局局长位子 保罗也改头换面 成为美国特工 现在已经将约翰包装成卡修斯 在一名俄国线人指引下 找到约翰藏身地 没想到此地竟是对方设置的陷阱 可他还是小瞧保罗伸手 将混混拉至前方作为掩体 迅速反击 解决完混混后追上去 最后还是让约翰逃跑 在楼下放风的马丁迅速赶来支援 结果只剩一具尸体 然而混混的致命伤引起马丁怀疑 将所有有关卡修斯的线索 重新整理汇总 一遍遍筛选检查 每起案发现场都有保罗身影 根据犯罪学员里 杀人凶手会回到案发现场 观摩自己的杰作 理清来龙去脉之后 将自己的发现 以按码形式写在报纸上 随后丢进垃圾桶 殊不知保罗就在不远处监视他 等马丁走后取回报纸 看着上面的暗语 此刻他彻底明白马丁真实身份 又在之后的调查中发现 妻儿被杀当天马丁也在现场 同一时间马丁在一份资料中查到 约翰在日内瓦遗事后亲临现场 马丁瞬间明白 保罗不仅在隐藏自己身份 更是在司机报复杀害妻儿的凶手 等马丁前去寻找保罗为时已晚 为了不拖累马丁 让其从杀局中脱身 根据自己的情报网锁定约翰 保罗单枪匹马杀过去 可惜对方并没有大碍 更是拿出枪对准保罗 命悬一线之际马丁赶到现场 保罗因此捡回一条命 马丁之所以能够找到保罗 是因为知道他有自己的情报点 这才查出他们位置赶过来 两人见面极为失去 底牌尽失只能坦诚相告 马丁的真实身份是一名双面间谍 一年前开始为俄国效命 借一员之死嫁祸卡修斯 将保罗揪出来清理门户 同时利用这份功劳在FBI站稳脚跟 为以后间谍潜入做好隐秘工作 不过现在这种情况下 真相已经不再重要 两人默契般认为约翰就是卡修斯 冲进烂尾楼兵分两路 马丁率先发现一名警卫 正要上前查看 约翰的手枪已经上膛 关键时刻保罗冲出来救下马丁 自己却被击中 保罗自知命不久矣 为了欺儿也为了保护马丁 放弃抵抗以命相搏 最终保罗打仇得宝 他的生命也进入倒计时 临终前保罗嘱咐马丁 家人胜过一切 之后彻底没了呼吸 隐藏了二十余年的卡修斯 终是完成了自己的复仇使命 此刻的马丁百感交集 和保罗共事这段时间 明白他并不是杀人不眨眼的恶魔 而是为欺儿讨回公道的大义之人 为了隐藏保罗身份 将现场做成约翰就是卡修斯的假象 更是编了一个鬼都不信的故事 汤姆却没有刨根问底 而是问马丁有没有异想加入他们 马丁知道汤姆这句话的含义 私损片刻后回到家人身边 保罗的死和努力换回另一个双面特工 至此影片结束 《替身》上映于2011年 当看到老杀手身份被揭穿时 还未为后续剧情如何发展捏把汗 到后来掀出来新杀手时 才觉得多少算有点手腕了 最后新老两代人惺惺相惜又落入俗套 尽管两代杀手都不太冷 还是略显平庸 最后新闻的发展